嗨,哈喽,大家好,我是DJ Hanbo 那么这一期也是我重磅推出一期全网中文手画的外网流媒体发行教程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大家进到我这个视频也都是想 或者有想法把自己的音乐推到给国外的朋友看 或者让更多人看见你自己听或听到音乐,对吧 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期视频呢,讲一些发行的过程呢 因为在国内发歌和国外发歌是有不同的 就是说从这个独立音乐人角度啊,或者小众音乐人 那么大家知道,国内呢可能是网易QQ怎么发呢,对吧 怎么发,就是你会去进入这个小生,比如说以网易为例啊 你先去申请一个网易音乐人,对吧 就是你自己提交一首歌,然后适应成功以后呢 你就可以一直发,比如我今天想传我的歌 叫Powerful,然后我就传了 然后我想传这个Summer Night就传了 但是呢,在外网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说到外网呢,可能是要说几个比较大的外网的流媒体平台 一个叫Spotify,一个叫Apple Music,一个是YouTube,Apple Music 这个是国区的,然后YouTube,然后还有就Google Music 嗯,还有什么亚马逊之类的,我就不一一赘述啊 就包括我这个,一会给大家看到的我这个平台上呢,几乎是都有 给大家看一下 Spotify,苹果音乐,对吧 TikTok,就是外网的抖音 然后包括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平台 那么这些平台呢,其实是咱就是外国朋友们 可能就是除了几个封锁地区的朋友 就是他们听音乐,基本都是这些平台 那么这些平台的歌曲呢,基本上除了SoundCloud 还有几个个别平台,你可以自己传 那么其他的平台呢,都需要一个平台叫什么呢 叫发行商,或者说你的这个产品公司 来给你进行发行,推送原数据到流媒体商店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些,就是流媒体商店 对吧,你需要一个发行商去推送 那么我这次说的发行商呢,就是一个发行商 就是这个Distrocket Distrocket呢,是比较适合就是独立音乐人的 就是小众音乐人,就是你还没有签一些产品公司啊 产品公司,这些音乐人,你去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他的其他优点呢,第一 你有百分百的版税 第一是你有百分百的版税 那么百分百版税呢,主要说可能会扣住一些银行的这些手续费啊 合同的税款以后给一手价 然后他的花费呢,大概是每年应该是两百多 两百五十左右人民币吧,应该是 就是假设是假如说你一年你假设啊 你版税有了一千万 你扣税以后再扣年费,就是你的钱 他是百分百版税,就是你,就说 你赚多少钱是多少钱,不像有的 可能别的一些发行公司 嗯,我记得有还叫什么,叫CD baby,还叫什么CD baby player 我也忘了 就是因为,因为外国有很多这个发行公司嘛 但是这个是最合适的,对于独立营人来说 而且你中途在这里进行的操作 比如说 嗯,比如说你看啊 在平台里发歌,你在一年之中 假设你交年费,你在一年之中,你想发多少歌 就发多少歌 你想删除就删除 你想做更改,可以做更改 就别的公司呢,可能你去删除啊 或者更改的时候,进建的时候 可能都会去进行收费 但这个是不会的 仅仅是交个年费 而且Distrocket这个平台呢 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大的一个平台了 就很多很多人在用 就老外很多人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外国的音乐嘛 都是在这个YouTube上,Soldify上 这些去放嘛 那可能大家都一般是人听歌都去这儿听的话 一些音乐人可能都会去往这些平台去投送那个音乐,对吧 所以这个平台,这个Distrocket这个平台用的人很多的 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讲解是 一是,为什么大家用Distrocket呢 首先呢,它适合独立音乐人,小众音乐人 你刚开始可能你在编曲混音母带这块 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些成就 或者有一定的一些进步 就是能够出一些上映的一些作品了 那么你认为你在这些国内平台的话 可能只是国内听众听嘛 除非你是火大发了 对吧,才有可能到国外 因为你火大发了 在国内 你推到国外也是有一些产牌公司去给你推 就是去给你发行,对吧 但是这个呢,你完全就是说 咱们可以在自己 就是能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好的作品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去 就是让全界的听众去听 为什么就是说 为什么非要局限在一个在国内去听呢 对吧 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作品 万一可能是 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国内的喜欢 国外不喜欢 有的是国外喜欢 有的国内不喜欢 相当于大家多 就是多的平台嘛 嗯,然后我就是 还有一个硬性要求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呃,你需要 这个魔法 对吧 这个什么东西不不多说 那不然这些东西怎么上 对吧 你能上的话也很慢的 速度也是很慢的 你也能上这些东西 嗯,还有另外一个呢 那是你不可以签 不可以签一个独家的协议 在国内平台 比如,比如说你在这个 网易签了独家医院人 那么不好意思 你按规定啊 法律规定是不可以这么签的 就是说你不可以在Distrokey上发歌了 因为你签的是在国 因为你签的是在这个 只签了独家嘛 在只能在网易云独家发布 所以你就不能签 如果你擅自在外网发 虽然是这个 可能触及了两个国家的法律了 Distrokey在美国 两个国家法律 可能人不会告你 但如果你出门了 我估计是一定会告你的 因为你这是侵犯这个 就是说自己先违反条 条约了嘛 对吧 是违约 违约的话 我估计国内的话和国外这个赔偿 如果你真火了 赔偿金额都不低 因为人家可以合法为你要钱 对吧 一定要遵守条约 你既然如果你签独家了 那么就说大家可以先 就只能去了解 我建议签啊 所有平台 尤其是你没怎么火的时候 不要一颗树上吊死 就签非独家 真的 非独家是最推荐的 因为你可以在国内 加国外 就是这个国内加国外的平台 任意发布 这个最合适的 而且你也能享受部分 这个独立的这个 独家这个平台的待遇 比如网易 我现在签就是非独家的 那么你每月也有云斗可以领啊 其实说实话 每月领的云斗 然后做推广 然后每年能刷下来 那网易 那个年费VIP就是免费开 对吧 你也能享受这个 享受到这个优惠 但是你不要签独家 签独家的话 你就被卡死了 像国内你QQ QQ啊 虾米音乐什么的 豆漫啊 你都没法传 对吧 因为你并没有很火 为什么说你并没有很火 你就一个时候吊死 可能虽然说网易的电影院做的不错 但是你要让更多听众去听的话 你肯定不能标在一个平台上 而且像QQ上 其实Q这个 可能出去电音啊 流行上还是有很大的用户量 对吧 你歌曲平 你要给我爱你那句话 就是说咱们如果你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商业制作水平 就是一定的这个商业制作水平 当然你还是达到一定的商业制作水平啊 你不能说是新手的歌 你随便琢磨出来一个你就发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适 对吧 你在网易可能都过不去 你说你发到Distrokey 你交钱了 人可能不会说拒绝的发行 但是的话 太差的话 也就是你写的 你毕竟写的是中国嘛 对吧 不要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准 你才去发 对吧 所以还是建议啊 非读家 非读家是最合适的 好的 各位朋友们刚才说到了 就是说你在Distrokey 或者你在外网发行这个音乐的 硬件条件 一个是需要稳定的这个魔法 要稳定 如果你不稳定的话 你传歌啊 或者你看些东西的时候 特别卡特别慢 你也心情特别烦躁 对吧 然后会出问题 包括如果你后期说的问题 你需要各种联系邮件 联系客服什么的 都需要英文 都需要谷歌翻译 然后你特别慢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不能签读家协议 如果你签读家协议 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麻烦 尤其是你火了 那就是更大的麻烦 你能会赔很多钱 对吧 这个禁令不必要 因为咱也有契约精神 你如果刚才说的签读家 那就是读家 等读家过了以后 再去发行你的歌曲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为什么还那么推荐 Distrokey 其实我在 就是我有这个想法以后 我也查很多 比如查了刚才我说的 那个叫什么 好像是啊 叫CDbaby 还叫什么来的 还有叫Tincor吧 然后这个 吉他平台 有平台呢 跟Distrokey一样 百分百万免百 是有的是 有的是这样的 有的是你 比这个便宜 先说这个 比这个便宜的 有的是比这个便宜 比这个现在200多元年费便宜 但是 每年限定的发15首歌 然后可能删改 删改另外呢 需要付费什么的 这一听好别的问题 谁一年能发15首歌以上 那可能一些 除了一些 什么那些国际制作人 可能找个枪什么的 发挺多 或者怎么着 那些真的 可能一年15首歌 可能有点多 或者说可能 或者可能真的是 可能攒了很多作品 发的时候 可能才过15首歌 好像也挺合适 但是呢 一是 为什么我还是不推荐 这种那种呢 因为一是 就是有些限制 你15首歌 多少还是一个限制 二呢 你删改可能还需要 因为付费 很难受 对吧 还有一种呢 第二种呢 是跟这个 Distrokey一样 百分百免版税 但是呢 可以看到这个 Distrokey这个有文章 就跟我说这个Tincor 你看他说 Distrokey收比Tincor更好呢 对吧 看看Tincor怎么收呢 是每张专辑 每年收费 居然你发了一张专辑 每年收费 每年收费 49美元 大家可以算上多少钱 对吧 第一年可能还要便宜一些 但是Distrokey 我推荐这个形态呢 每年只收费 接近20美元 你就可以上传 无限制的各局专辑 这是他那个最基础的套餐 但我推荐给大家买两个音乐人的 所以Distrokey无限的 Tincor按专辑的 但是这个Distrokey这个无限的 当然咱要说清楚 Distrokey这个无限的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对吧 Tincor可能就你发了 就一直存在 但是这个Distrokey只要你年费 就是取消了 那他哥就给你删除掉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清楚 他免费 就是说他这个性感比高 他毕竟有一些缺点呢 对吧 你要知道 但是对于独立应用人来说 小众应用人来说 刚开始玩 有一定这个商业能力应用人来说 Distrokey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真的我查了很久了 绝对最好的选择 你看这个 听过创业也说 如果作为 就是他自己这个 就是另外一家 他的竞争对手说的嘛 毫不犹豫说Distrokey 艺术家分发音乐 保留权利 或者报仇最佳典范 他也这么推荐 你听过的话 其实针对于可能比较 就是高阶的一些 就是商业能力更强的一些运营人 或者怎么着 或者厂卖公司 可能适合这个 但是对于自己 咱们现在来说 每人交个年费 200多元钱连年费 你能在外网发歌 也是一件很便宜的事情 这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对吧 Distrokey是最合适的 OK 好多朋友们 如果大家认可 刚才我的 对Distrokey的介绍 以及我的一些 小小的理念的话 那么大家已经 可以去注册了 你的Distrokey账号了 然后呢 只要你输专账号 付完费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Distrokey的这个界面 进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 我的这个链接呢 有一个 独家的折扣待遇 是7% 那么呢 你注册的话 无论哪个套餐 都有一个7%的折扣 那么当然呢 这是一个护营 为什么呢 因为Distrokey得到了账 就是新银户嘛 然后我也会得到 就是应该几美员的收益 应该是这样 那么呢 大家去打开这个链接呢 然后呢 到你的这个楼档器里头 然后这样 我就不能 我得开个隐私 因为 我直接点这个 会直接转到我 这个刚才 就是Distrokey的主页 那么 大家如果点开这个 链接应该这样的 他会说 看起来 你进入了一个 YP的链接 那么你可以得到 70%折扣 然后你这里注册 你的邮箱 你的这个 这个密码 然后确认你的密码 就可以了 嗯 邮箱的话 163就可以 因为我一直在用163 跟他联系 不像有的一些外公司 可能不支持163 因为 就是说可能163的一些 就是可能大家 国外用的这个 还是这个 谷歌邮箱比较多嘛 但是这个可以用 可以用163的 别的QPW什么呢 都没事 应该也都可以 然后大家注册完以后呢 注册完以后呢 注册完费 这个付费的话是 好像是 就是只支支信用卡的 还是信用卡的PayPal 那么如果没有信用卡的话 可能就得去 跟你的亲戚朋友借一下 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是每年会扣 直接就会扣 扣这个人民币 扣美金 每天再转人民币 汇率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就是注册 然后你注册成功以后呢 进来以后 就是在到这里了 那当然了 我已经上传了一首歌 这个这首歌已经上传 成功到了各大音乐平台 比如说谷歌 对不对 谷歌平台 苹果 Apple Music Spotify 然后我也成功认证了 这个艺人嘛 对吧 你认证了艺人 因为Distro可以是提供 这个验证 这个艺人的这个通道 然后包括 大家这是我这个 艺术家界面 Spotify艺术家界面 然后苹果的这个 苹果艺术家界面 其实呢 我在传歌的时候呢 经历一些小挫折 那么那个挫折的视频呢 实在会另一个 会另一个发出来 因为我把名字打错了 你就你在传歌的时候呢 这个外国啊 平台有规定 就说 这个名字呢 是会 它会改 你看 它会这样 我当时没注意呢 我就点了这空拍 空拍的界面 然后都都全填完以后 这些我给大家细讲 给大家细讲的 然后呢 点击档 你完成 然后发现 哎 我靠 怎么 它怎么是小写呢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 漫长的更改过程 所以听到 大家一定不要打错 如果你是全大写的名字 怎么办呢 Distro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绕开 这个商店 这个检测的服务 点击点名字 点击全大写 然后 你可以用你的全大写名字了 看没有 它就不会进行更改了 就是这样 它就不会进行更改了 但是你要没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它就会自动会改回来 如果你不点开这个的话 一定要点一下它 然后它就会出现了 对吧 这是注意 这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改错了 非常非常麻烦 那么具体怎么麻烦呢 我也录视频了 名字更改 我录了八起 然后我是从 唯一号我买的嘛 买这个DistroK的 然后 应该六号七号提交的 那么现在多少号 七月五号 两月的时间 各种邮件的交涉 各种跟DistroK 跟Spotify 跟Apple Music 你都得去更改 因为它提前了原数据 他们都不想找麻烦 所以说非常非常麻烦 但我也更改成功了 如果大家也出现这个问题 可以看我的后期的视频 关于更改的视频 怎么去更改 怎么去跟它沟通 因为有些 就是说我总结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 你可能需要先去联系 DistroK的推特 等等等等 一些先后顺序 如果你联系错的话 就和它会绕弯吧 因为老外这些工作人员 是要不他不跟你联系 你联系他不理你 要不理你 他会很负责的 给你这个服务的 这个当然了 这就不多说了 具体大家可以看我这个视频 那么下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去上传这个歌曲 那么我刚才呢 那首歌曲呢 上传成功了 那么接着这个视频呢 我也再给大家上传一首新的歌 不是新的歌了 就是以前的歌 因为我现在把这些歌曲都上传到这个DistroK 上传外网 Spotify Apple U的这些平台上 除了这个Summer Night这首歌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大家一样自己先看一眼 你去你的这个网云 如果你签的协议的话 你去看一下 对吧 你去看一下你这个版权中心 授权管理这块 看一看 如果有独家的 比如这首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点了一下 可能因为给的云豆多吧 怎么着 就给签了个独家 然后22年之前这个歌都不能上传到外网了 所以但其他歌都是可以的 另外 remix作品 尤其是什么bootlack 都是不允许的 都是不允许的 都不允许传 因为国外这个歌 你国外传歌 一定 就是一定要设置这个钱的 我记得一定要设置这个钱的 你不设置钱是传不上去的 所以说你不能用你这个未经授权 这个bootlack去传歌的 对吧 除非你是官方授权的remix 才可以 然后另外有好多喷子 在我这喷这个bootlack问题 说怎么着怎么着 当这我跟大家解释了 做视频解释了 还是怎么说的 国内这个音乐人呢 就说不知道怎么 开始特别狂 懂得就开始特别狂了 在我这喷 喷不喷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对我还给我掌评论 欢迎大家来喷我 在这个评论区 反正我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也该说都说了 如果大家还是 有些人还是在顾一下挑事啊 那你就评论吧 反正我肯定会 你说太过分 那我肯定会骂回去 但是你其实变相给我整评论 给我增加流量 我也说实话也无所谓 还有人说是什么bootlack 或remix 什么蹭热度 我信了 我真是挺服啊 这偶像文化 现在都搞到电音这块了 这个东西 等同一几十年前的 一个浩劫 等同一浩劫的概念 很危险的 这个国内现在 医院的东西 好东西真的不太整 挺wide的 那不多说了 现在开始给大家讲 怎么去发现歌曲 好的朋友们 那这期视频呢 就来上传一首 我的以前发布 在网云的歌曲 给它上传了Distrockets 那么呢 我现在决定上传的是这首 Infinite Bounce 就是我应该是19年那会儿 然后这些是我参加 那个大学生国赛的一个作品 进入决赛 但是后来没有 在决赛上没拿名次 但是一个Future Bounce的作品 然后呢 这个也没有跟这个 网云签这个读价 这个是非读价的 所以是可以传的 那么咱先就给大家操作一下 怎么上传 那么呢 首先呢 先点击这个Upload 就上传 这个注意啊 尽量就是说 操作时候选择用国乱器 因为国乱器有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翻译嘛 然后点击中文简体 会翻译 当然有时候翻译 是比较能比较这个 比较奇葩的 对吧 怎么单身了 这都翻译的不太准 但是呢 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可以让你理解的一些地方 那么点击这个Upload 上传 然后另外建议呢 是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 就是购买账号以后呢 点击这个知识中心 Sport Center这块 然后呢 你这个进来也是英文的吗 你点击中文简体 我建议啊 一共是五大 这六大板块啊 每一个问题 你都去看一下 每一个问题都去看一下 因为国外的这个发行 是非常非常规范的 各种的歌曲的命名 歌曲的发布方式 歌曲的选择 一旦选错 如果是他的问题 那是他来负责 如果你的问题 就你来负责 对吧 他们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如果他如果出问题 可能真出问题了 你还得去 可能啊 当然这个可能性很低了 就是可能去美国 他应该在加州那边的法院 对吧 但是你自己读清楚了 各方面的信息要读清楚了 这个问题 我感觉啊 大家可能第一次看 可能都懵了 我靠 怎么这么多问题 然后都不太明白 都不太明白 因为大家都没有接受过 这种国外这种发行的方式 但是我前两天大家 用大概用半个小时时间 所有的东西 你用哪怕用中文 翻译的不好 这个也都给看一遍 都给看一遍 对吧 看以后呢 再按照我这个视频的去操作 你会更好的理解 当然了 我会把该我该讲的 会讲清楚 对吧 好 点击上传 那我们已经决定好了 上传这个 Effinibong这首歌 让大家的作品啊 就是你的自己作品 要做好备份 要做好备份 无论是这个 你在电脑上做 还有还有在那个 白档盘 我一般是这个 电脑上在地盘啊 不要在这个 什么C盘上做 C盘中央系统就完蛋了 在地盘 一盘 少不是系统盘 就可以做一个备份 你的歌 各种歌 你看我从 我做的第一首 18年和17年的歌 应该就有做备份了 可能最早的 几首歌没做 然后可能最后18年开始 开始做的这个备份 嗯 那就咱们可以找到 这个Effinibong这首歌 还听一下 听一下 听一下有问题 应该是 因为我是 我是不是每做一个 就是比较完整的版本 我就会保存一下 你看比如这个demo 新demo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成品 听一下 sorry 刚才这个可能声音要大 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版本 这个都是太早 这其实不对 对对对 这个舞台对 这一听就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如果你实在忘了的话 你去听 再听一下你这个原本这首歌 你在这网易上的这个感觉 对吧 你前奏什么 因为这个 我改了好几版 大家可以看到 听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 没错 这个秒 这个网易和QQ算法 又不一样 一般QQ多算一秒 这没关系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成品 这个 开日期 这一定要核算 对啊 如果这个 你传错了文件 再去删除 再去改名字 非常非常麻烦 这我一定跟大家说好 说清楚 5月21号 21号 这应该是我转了一个MP3 这俩应该一样 但应该传这个 WAV这个无损 对吧 但是老了了 这是日期 对了 9月5号 这个日期有问题 随二手 对那就是它 OK 决定好了话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上传 一定要特别紧张的去核实 当然我 因为传好歌 所以它就会 就都有些显示了 就我的名字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能 你第一次传 你就要注意这些东西 我正议大家 先不要选这个NetEase NetEase是什么呢 就是网易 可以搜一下 NetEase就是网易 就是网易 你平常咱们 大家看到一些国外艺人 什么之类的 他们都是应该 就是发行平台 他们都现在 这个网易 为什么电影做这么好 就是国外的歌 做那么好 因为他就是 他跟很多的这些发行商 已经做沟通了 你看大家 可能 比如哪个国家的 不知道的一些不知名的艺人 他可能传去用这平台 因为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 用这平台传个很正常的事 点他 他就发到在中国 但中国的平台了 中国平台 中国网易用太多了 对吧 就得到一个关注 所以说网易的接口 你没有看到腾讯 没有看到腾讯的 对吧 就是这样 但我建议 如果你入驻了网易 于音乐的音乐人的话 不管是校音乐人 还是什么音乐人 尽量就不要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那句话 有可能造成 原数据的冲突 因为毕竟我在这上 已经发行了这个东西了 我在这已经发行了自己 就进行认证 自己传歌了 如果你在他在传的话 可能会给顶 或者怎么着 会出问题 比如说他突然 又出来一个新的 Infinity Bounce 怎么办 还得去跟科夫联系 麻烦 所以就不要点 而且你国内 对吧 你还能跟什么用户互动 用户互动 你这个点完 它只是一个推送发行 对吧 它跟那个 就是认证还不太一样 所以就不要点 Nethease 说这么多 就不要点Nethease 懂吧 然后呢 我这首歌是one song 就是这个 然后他问你这句话 他意思就是 你现前发行过吗 你可以跟周围看一眼 以前发不过吗 那当然我是发不过 这首歌对吧 我在网易发不过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问你这首歌 你是现在新歌 还是以前的歌 那当然就是以前的歌了 所以说点试 然后你要输入你的原始发行日期 那么咱就找到网易 最好啊 就最好 反正我这都是做对这个样子 521嘛 对吧 我这都跟他做 就是做成一致的 那么就是19年5月 哦 sorry 这个may就是 换成英文 对 19年5月21号 然后 没错 这个artist by name OK 这个是很关键的咯 这个地方呢 一定啊 如果你看 比如我全大姐的名字 他默认的话 是不打这个 但这个是隐藏的 如果你就发现 你打完 你比如我 这些全大姐名字 打完又啪一碰 或者点击下一个链接 你不注意 比如我 当然输错的时候怎么办 我怕我往下放了 然后我点传别的东西 他就自动员小写的 然后就是 就变成了我不想要的名字 我不想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 就小写有点难看 还是有点不舒服 可是我用大写用惯了 所以就不喜欢这个 这个怎么改呢 这是有隐藏的 因为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消息 这是按照国外的商店规定 是什么格式 当然了 Distrook可以 给你避开这个商店格式 像一般大型的 Spotify Apple Music 都支持这个全大写 那你看那个XXX 那么有名的 说唱的那个艺人 他不是全大写的名字吗 对吧 对吧 全大写的名字 其实就是更能彰显一些个性 当然我就是喜欢这个全大写 所以说 Distrook可以带你避过 这个商店规则 怎么避过呢 点击这个名字 点击这个 避开这个标准的格式 你再搜 改成 HUM 你看 你看现在就没问题了 它不会变 那你把取消掉 你看它会变回来 对吧 这里给大家讲这么多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不是标准格式的话 一定要 就是说 怎么见是不是标准格式 你默认它不点的吧 你点空白键 你看它会不会有变化 有变化 点开它 按照我的规定 点开它就可以做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问题 说艺人已经在苹果音乐上了吗 对吧 这我就设定好了 这因为以前发过 如果你是新的 没有入住的话 也没有人给你重名的话 那么它都会显示这个 可能就是建立一个新的 什么 this will be my first 什么release in Spotify in Apple Music 之类的 那么当然了 我注册过了 所以你就要 看比如我还有重名的问题 这个关于重名这个问题 关于重名这个问题 也说一下 还有这个大消息问题 这个大消息问题说了 一定要注意 这一定要注意 重名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如果重名的问题的话 如果你就是 你已经在国内 就是这个名字 有一定知名度 不管是多少 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或者你喜欢这个大写名字 这个名字 不管大不大写 那么你就要坚持 你的名字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 别人也不知道你 你就刚玩 然后你觉得你哥不错 但你没有钱 也没有作业运营 没有作业推广 你的改名字也行 改了别人不知道名字也行 别人就不重名字也行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 可以改一下名字 这是一个建议 因为重名的话也非常麻烦 很有可能 就是Sportify iPhone Music 还好说 小型小平台 他给你传 给你名字传到一样了 就是比较麻烦 你看的也要难受吧 这么说 YouTube上也会这样 出这种问题 但是有一个地方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你的歌曲 不是设定 每下载的歌曲的时候 获得收益吗 这个地方 如果你假设 你们两个人重名 但是歌曲在一个界面上 但是下载歌曲的收益 还是各分各的 这大家注意一下 这也是知识中心上写的 大家可以自己再读一下 那么我呢 就继续选择 那这应该是我 这个底下应该是我的名字 没错 这是我的 对吧 DJ Humble OK 点击它好了 对吧 如果你发现过歌的话 你就简直 验证好的界面 就可以了 然后苹果 这个应该说 就是直接就发了 应该 对 直接就发了 那么 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这么意思 就是是不是开启预购 那当然我就不开启预购了 对吧 我也没必要开启预购 我也不是什么知名大牌艺人 也没必要预购 这就闹就可以了 看一下翻译 给大家看一下 对 预购吗 不需要 但你愿意预购 你可以点上 点上会怎么样 这应该就是说 可能你先前发布的歌曲 它不让你搞预购 对吧 你看他意思是 你has been released 你已经发行过了 你为什么要搞预购 对吧 所以他这个选择 还是很严谨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唱片公司 你要没有唱片公司 你就随便写一个 反正我自己起个名 叫Red Dragon 叫红龙 为什么起这个意义呢 就反正想起这个名字 红龙嘛 代表中国 然后Dragon 是我这个北冰年嘛 对吧 我也喜欢这个名字 然后可能未来 如果假设我有唱片公司 我牛逼了的话 可能就要这个名字 然后这个叫Open Cover 这个就是你的歌曲封面 对吧 看一下是不是 转 对 专辑封面 这里有很多提醒 看一下 就是说 你这个图片 封面图片弄好看点 然后弄高清超清点 比方弄跟马赛克一样 那不好看 有的商店也会拒绝 另外你的图片上 不要带有任何的地址 王者什么的 都会被商店给拒绝的 还是那句话 被拒绝 被更改 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你要跟 你不光跟Distrook沟通 跟Distrook沟通 因为他们人家是全世界最大 人家就每天的客服量很大 然后他这个 你还得跟商店沟通 商店 Sportify Apple Music 他们的力量很大 不要麻烦别人 就是做好 就是说 自己做好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一定要选对 哪里 然后选择这个封面 上传 他说我的这个 你的这个格局界面太小了 那么就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格式 那可能我这个太小 然后我现在去做一个大的 那我先暂停一下 OK 好的 回来了 这个本来说暂停上 改一下这个图片的像素 然后没想到已经到9点了 就中间干了好多事 因为这个 现在我们的小区还在隔离 然后有很多这个 什么核酸测试了 OK 那刚才说到这个像素问题 那他说这个太小了 对吧 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然后就是怎么弄呢 也是我刚查的 点击这个画素按键 然后呢 成章的大小 选择像素 那么他需要的什么呢 我看看他需要的什么 他说需要的是1000哈 那咱就改成1000 咱也不用弄太高 因为本来就是按860850 就是设计的嘛 因为这个是我朋友 这个Fornwin 这个我这个大学一个同学 他把我设计的照片 对 要不就说给这同学写了名字嘛 因为他是 就是我的一个参算一个搭档 但是他是就最后 我只是做了一个封面 但是我也很感谢他给我做的封面 就比我别的封面 好看许多 你看我别的这些封面 都是比较 比较垃圾的 我自己做的 就都比较一般的 这个还行 然后其他这个度感觉 就是自己拿PPT做 把我logo用PPT做 所以还非常感谢 我同学给我做的 然后他又做这图片 然后呢 像素呢 咱设计到1000 确定 OK 然后咱重新保存一下 可以了 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了 1000了 不要拉太高 因为他咱就按他的规则 拉到就是他要求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就按810 这个网页的设计的 对吧 我同学按网页设计的 那OK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语言呢 选择什么呢 就选择英语就好了 就一个PPT answer 然后流派 留派条英文看 留派条英文看 一开头的 Electro 有一点 没有一点 那就选择电子好了 对吧 再选择分类 它还是分的很详细的 这个我选择应该是Future Bounce Future Bounce 对 Future Bounce 选择Future House 也可以 其实1.n的话 选择Electro House 其实也可以的 它没有这个Future Bounce 对吧 咱再选Electro House 可以 必须是1.m 对不对 一样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没错 就是Electro House Another 另外一个风格 应该选流行 看一下 这个分类还是选好 影响你这个推荐 嘻哈肯定不是 选择这个Dance吧 跳舞音乐了 对吧 名字呢 大家注意哈 这个名字是 看看 就是国外的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 比如说你歌手 那就选择这个Fit 一定要写清楚 对吧 比如阿肯什么 什么什么 另外什么之类的 一定要写清楚 就是Fit 要用它这个标准的这个写法啊 比如什么F-E-A-T 这个这首次要把这个英文什么 中文输入法关掉 这样 对吧 第二 对吧 然后他会提醒你 看起来你要 你要Fit某人 就可以了 这个具体的话 大家自己去看 我没有Fit 给大家看中文 第一项呢 如果你要Fit一个艺术家的话 就选择Fit 然后什么什么时候 他给你举例了 这个中文比较尴尬 不看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歌曲有 升不一升不二 就是PT 打PT或者卷 那么看他怎么翻译的 应该就是PT或者 对VOL 这个 这最近的流行的一些音乐 也有这么打的 PT2 第三个呢 如果是纯业版 那你打括号 instrument instrument 乐器 对吧 然后第二 这个下一个呢 是下一个什么 多个括号 如果需要更多的方款 这一般不太用 翻唱的话 不要写原歌手的名字 大写的话 如果使用标题大小写 就是使用标准的 标准的这个大小写格式 跟那个一名是一样 商店将拒绝全部大小消息字母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改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改的 这个有办法改 改不了的 试一下 我要试一下 试一下 万一可以 这个完全我就是第一视角操作了 这个就是我怎么传 他就怎么录 好像也可以啊 感觉 好像是可以的 但是 这个国外这么大 全大写的多吗 我感觉写也挺多的吧 然后我看看可以不可以 如果说国外的时候有全大写 你看 看看 第一名 Rockstar 对吧 赶紧入全大写 这就没按他这个商店标准 商店标准应该是R开头大写吧 应该是R开头大写 S开头大写 应该这么大 对不对 再看看 这个主要是这个榜单上 如果他就全大写的话 那么他肯定全大写是通用的 像Spotify Evo Music肯定是允许的 可能小中台够呛 大家注意这点 看一看 大部分的还是按这个标准的格式写的 CSI这首歌 看 这是陈大写 Trust Go 看看 大写的这个 这很火的 对吧 那决定了 那就还是大写吧 其实我Red World那首歌 其实我写的 我原本写的也是一首大写的歌曲 然而 我在写的时候呢 就很听话呢 写了这个 按标准的写的 所以说我也没弄 那这次就像他这个正确的格式 就是我想要的格式写吧 这个后面呢 不要年份日期 不要写的你这个制作人是谁 不用在名字上写 对不对 这个很规范 很规范的写 如果他 你不规范的写 很有可能会被拒绝 国外商店就这样 拒绝很麻烦 名字错了很麻烦 我已经提醒了很多遍 因为我就经历了改名这个问题 这改名教程 我可能要大概出了一个小时 就是我 可能修整完就要一个小时 你看我修整完这么多视频了 名字更改 加这个Fixer 这个视频 就可能非常麻烦 然后选择一篇文件 大家不要着急 可能我这个视频 多用话比较多 但是完全是为了大家着想 就是说完全是为了大家着想 能说多细 说多细 因为主要出问题 真的非常麻烦 我再次强调 歌曲选对 这个Songer 你是不是自己写了这首歌 这个看一下 对吧 这像原创 歌曲 歌曲作者的真实名字 不能话都不说 不会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怎么举例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外国的一些唱片 你自己看它简介 比如说特别有名 像Track公鸭这类的 你看它名字 其实写的是 就是自己的后面简介里写的真名 这刚才有一个 一个example 对 对 给了 还没有 Track 但是在这个written by 就是谁写了这首歌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reanames 写的是这个真名 对吧 写的真名 Track的真名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选你的真名 那么我的真名就是 中间名字写 我写的 我应该写中文还是英文的 能写中文吗 好像不能写中文 我试一下 好久没传歌了 两个月前传了 然后各种改名的麻烦 跟商店去联系 很麻烦 陈辰陈希 行不行 yes 可以的 这个就脏标应该是 看看是不是脏标 明确的格子 好的朋友们 那个就是脏标的意思 我应该信用的第一直觉 没错的 脏标嘛 e 对吧 网云现在也标e了 就是这个是电台版本吗 不是这个有鼓 因为我也没有单独做电台版本 对吧 电台版本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电台版本就是 时刻在电台里播放呢 就是把前面那个DJ 一般电子音乐 DJ接鼓的部分给删了 只听这个主旋律 只听这个直接了当的东西 7月包含歌词 yes 预览见记 让流媒体服务 对 这个就是流媒体 就是说 你可能有的要试播放 他就是可能给你播放一段 让他自己去决定就行了 他们还是很聪明的 什么TikTok Apple Music 就是抖音 什么苹果音乐 他一般都会播一个 but up 接drop的部分 很爽 很聪明的 售价呢 9美元 这样他规定就可以了 1美元了 这个还肯给Lidl 国内下一条歌 可不给这么多钱 可能你几毛钱就差不多 但是你在国外 招文下载 你就1美元的收入 电击1美元 说7块钱 额外的东西 这个里要注意 这个呢 为什么我说的年费 是给技术服务 那这些都是要增值的 这个Sore Maximal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看不到现在这些商店了吧 如果他以后加了 比如加了一个 假设啊 这个外国读音 加了个国内 TikTok 国内的抖音 怎么办呢 默认 如果你已经提交了 比如一会儿 咱一会儿给提交了以后呢 他就不会给你上 不会加了 单价可能要付费 但是你只要点击这个Sore Maximal 读音 不太标准 Maximus 他这个增加了以后呢 就说只要他增加一个商店 他要给你放 增加一个商店给你放 就这么个意思 7.95美元一年 这个呢 这个是两个 就是失去歌曲软件 Siri 比如Siri 还帮我听上这个歌是什么叫什么 对吧 一般情况下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歌叫什么 如果你不开这个服务 那不好意思 他就不会给你识别 因为你没给他钱 对不对 同理这个识别医院的 这是国外比较大的一个 识别医院 但网云也有失去 一个盖 然后这个Leave a Legacy 就是什么意思呢 29美元 终身的给你保存歌 你想大家知道吧 Distroir 我刚刚给他讲了 Distroir 是一个年费的软件 如果你不交了 你不交钱了 那好 OK 他要把你所有歌曲 全部下架掉 这很惨 你船上哪发你称一本歌 全给你下架掉 你在播放量什么的 全就全没了 你可能可以找回 那比较麻烦 所以你要注意啊 Distroir 几乎是一锤子买卖 但是我觉得两百多块钱 性价比是很高的 这个Distroir平台 这个牛就在这 互用这个地方了 那么多人 给他交这个分子钱 每年都必须交 按理说来说 每年两百块钱 那他有很多收入 但是他前提是 这个公司比很大 而对于 对于咱们的独立运势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值的 对不对 而且不光 不是说你国 只有住在中国人 他要交这个钱 你去国外 你也得通过发行商 对吧 别的还得贵 所以这个不用选 勾上Instagram Facebook 这是免费的 免费为什么不要呢 可以让Instagram Facebook 省你的音乐 省音乐就给钱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里啊 这里是你需要打勾的 其实什么意思呢 都得打勾 但你必须要注意 这也是给你一个提醒 很好 中文 我选择了YouTube音乐 因为作为商店 所以说 所以说你就不要在以后问 就是给Distroy发销键 问为什么我的音乐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 发现 哎呀 我的YouTube YouTube有我的音乐 然后写了我的名字 但是我不让 因为你选择了YouTube 对 这里 我翻译了一个 对 YouTube 对 我录出此音乐 并被授权世界歌曲商店 出入它并使用使用费 对吧 要不干嘛 对吧 你也得同意一下 同意一下 第三个 未经他们虚贵 我不会在我的名字歌曲标题 使用任何其他 就是说 这个你不能瞎写 你不能说在我歌曲上 或者说我没经过别人同意 我就使用别的 就是说 比如我合作的歌 然后你就 然后单自己发了 或者说你别跟他合作 你给他写他名了 或者你把想法听的歌 你给自己发了 这都不可以 对吧 打高 阅读这个协议 不许打高 不然不行 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读 然后呢 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没选择 增值付货 这个应该是零账单 在你这个信用卡上 如果你点了 直接就付货了 这一刻一点 这下去 七八 就是三十多美元 又消了 三百块钱走了 你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 再检查一遍 不选网易 不选网易 一首歌曲 但是 如果你没在网易上传过歌 你可以点上试试 看他网易会不会推到网易 然后你再去注册网易的人 说不定就可以拿到一个认证 当然了 这个不要说是我说的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实现 这个道理有可能符合逻辑 但我建议还是网易自己传歌 然后认证 自己去做认证 然后就不要点这个 5月21号 看一看 5月21 没错 5月21 我的名字 DJ Humble DJ H1 BLE 对 我塞 苹果 是不是 我的 我的DJ Humble 低调再查一遍 这个是第一流程 所以就是说 第一视角的 所以可能比较繁琐 但跟着我走 多看几遍 少走半路 要不我说太简单 到时候我也会有很多问题 我相信评论区也会问很多 这大家一次看明白是最好 对吧 这都没有问题 DJ Humble No Let's play 知道 不预购 红龙唱片 图片 英语 电子 一来说 1.m Dance Infinity Bounce Mid Layer No 不是 这个包含歌词 Put your hands up 就一句歌词 这个3 Loud Media 自己决定 OK 那就决定好了 这个就是歌 就是这个就 就完成了 完成后 自己检查很 很久以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差一遍 就可以点击这个 当 提交就可以了 那么提交就行 再看一遍 我一般 一般查三遍 不行 OK 推荐大家也去查三遍 DJ Humble DJ Humble 对吧 歌是在这 No 不要预购 日期 跳舞的 歌词 不是当歌 有媒体决定 没有额外钱 都同意了 日期提前发了 5月21号 好的 那没有问题了 那没有问题了 现在 现在也没有问题 这是一首歌 对吧 OK 没有问题了 那 当你检查了N遍以后 都没有问题以后 点击 DUN 它会验证 等一等 上传 Trek 1上传 毛泽哥上传 等一等 毕竟是魔法 比较慢一些 文件一定要选对 如果选不对文件 很尴尬 这个商店上架 下载时间 是有区别的 是有延时的 比如说 咱俩有推送到 然后他会给 Spotify 给Apple Music 然后 就是他把 Trek也把原数据 推送到各个商店 各商店开始准备 然后如果在 这个中途准备中途 你决定删除了 那么就会 会有一个延迟 他可能先上传 再删除 有的商店反应 有商店没反应 很麻烦 你需要跟多方沟通 等一等 再看一看 没有问题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就基本英文 会看明白一些 然后再辅助 接着中文辅助一下 就是没有问题 这个多等一等 然后他会成功上传了 上传以后的话 Spotify 应该两到三天 就会上传 iomusic什么的 也都两到三天 有的最慢的话 一周 小平台我不管 这就不用管 小平台反正 不论怎么说 他冲别什么 其实我都难得管 只要他们下载 付费到我的账户里就可以 还是推荐大家 你的音乐要达到一定 就是说一定的 就是怎么说 商业水平 也不说你有多创意什么的 你再去传 如果说你多太略智的话 我估计啊 商店也可能也会 就是说给他否定什么之类的 但是还是毕竟咱代表国人嘛 还有自己对品质有保证 我也就觉得网易 就是说我也这些网易的歌 也不会全部传呢 有些早期的歌 做的不太行 你就不传了 我就传觉得不错 像这个Future Bounce 我认为做的挺好 等一等 要马上完成 一定要名字要选 名字要选不对 就非常非常麻烦 完成 OK 完成了 很简单 不是吗 什么会放呢 他会说了 他就还是刚刚跟我说的一样 会给商店最多一周时间 发布一顿专辑 这个就是苹果一月通常会快一些 然后呢 但并非总如此 对Spotify可能需要五公多日 新的支付交付 我这个应该就比较快 Spotify反应还是很快 Spotify和Apple Music反应都是很快 毕竟是大公司 对吧 国际公司 然后你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 什么呢 检查状态 可以听家字幕或者歌词 对不对 你可以听家字幕或者歌词 如果你想的话 Good 这就已经提交原数据了 然后他这个是在 这个应该是还在就是预览 他的准备 你得到百分百分 这个可以再检查一遍 然后等他变蓝了 就是你有太 等到他有这个蓝的链接了 你点进去一看 是你的歌 就没问题 上传成功了 现在都没上传 因为刚提交过去 然后你也可以额外再选择增值 什么类的 但是其中有项服务就不能选了 就是那个歌曲识别那样就不能不能选 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 Distrokey这个界面 看一看 OK了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我成功上传到一首歌 到Distrokey Distrokey和分发到Spotify 苹果音乐 YouTube Google Play等这个全世界 人们都在用的这个平台上 都会听到我的歌曲 只要他们想听 或者说他给推送到 那么这就是 整个的一个外网上传的一个东西 那么关于有些Distrokey的小细节呢 其实我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有个外的东西 我可能会在另外一期出 然后如果你的名字写错了 然后也全部都发行上去了 怎么改 那么你看我下期视频 我也都录好了 但是很繁琐 再次提醒大家 千万 一 不要写错名字 如果不想使用商店要求的格式 一定要打开我说的选项 就是他跳过标准格式 二 你的歌曲上传对 如果上传不对 很麻烦 原书曲更新 真的非常麻烦 你可以去看支中心 刚刚刚才说了 你看看这有多麻烦 就说人给你改是 就是想给你改 但不给你改 人也是 也无所谓 对吧 也符合他的条约 所以一定要注意 第三 我看看 对 用我的这个链接 有7%的折扣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 然后魔法准备好稳定的 然后不要欠图阿协议 所有运人 只要你不是 一双吊死 都不要欠图阿协议 真的没有任何作用 其实你自己给自己阻挡了 这是我认为的 当然网易很好的平台 我也很喜欢网易 说实话 电脑音乐很足 国外的欧美的一些 就我喜欢的那些音乐 都在 挺好的 可能就是国内流行比较少一些 网易我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就是这些了 然后就做水平一样的达标 然后不要太粗子弹造了 然后其实就是说太弹造 也给国内咱们音乐人抹黑 对不对 然后这是我的一套 全网 你说在大陆这块 中文首发的一套课程 然后是我自制的 然后也是我分享的一些我的经验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喜欢 然后如果觉得做的不错 那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感谢大家 然后我也会定期分享一些 更有用的教程 给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